大家好,突发新闻,特朗普前顾问班农被控在边境墙筹款存在着欺诈的活动,被纽约地区的检察官就宣布逮捕了。 根据彭斯社和国会山报道,唐纳德·川普总统竞选活动的设计师之一斯蒂夫·班农因参与一起在线筹款组织而被捕。 该组织筹集了超过2500万美元,以帮助资助建着美墨边境墙。 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周四表示,斯蒂夫·班农和其他三人被捕,并被指控诈骗了数十万为私人边境墙募捐活动的捐赠者。 数十万,这数十万都是特朗普建边境墙的支持者,粉丝,所以受到伤害了。 该办公室表示,班农·布莱安·可法奇·安德鲁·巴多·拉托和蒂莫西·谢伊, 涉嫌诈骗名为我们建墙为Build the World的在线众筹活动的捐款人。 该活动筹集了超过2500万美元,这次四名被告预计将于周四下午在纽约出庭。 科法奇与2018年底在众筹平台GoFundMe上发起了我们建墙的众筹活动, 很快就筹集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资金。 随后该网站威胁要删除它的页面,除非它确定一个有效的资金接受者。 根据起诉书,科法奇·班农和巴多·拉托随后成立了一个名为我们建墙为Build the World INC非盈利组织, 以接收GoFundMe举办的活动筹集了资金。 尽管科法奇承诺他不会拿工资,但联邦奖的他官称, 这群被告计划将数十万美元转交给他以帮助他奢侈的生活方式。 据称,科法奇从组织中共拿走了35万美元, 在2019年1月至10月期间通过一系列的银行账户、非盈利组织和银行账户传递。 检察官说,尽管班农把我们建墙描述成一个志愿者组织, 但班农控制的一家非盈利组织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资金。 他将其中的一部分转交给了科法奇, 而将相当一部分拿去的谋取私利。 美国联邦监察官奥黛利·斯特劳斯在周四一份新闻稿中说, 正如指控的那样, 被告欺骗了数十万捐赠者, 利用他们对资助边境墙的兴趣, 筹击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 并慌称这些钱将全部用于建设边境墙。 现年66岁的班农曾担任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的首席执行官, 是其民粹主义路线的总设计师。 这位布莱特拉巴特新闻网的前负责人, 帮助特朗普增加了他在极右派中的吸引。 这也经常引起种族主义和阴谋制造的指责。 班农并在白宫中是政府对来自一群穆斯林站多数的国家实施旅游禁令的主要支持者。 但班农在政府中的位置并不稳定, 反对着指责, 他频频向媒体泄密, 并草率地开除了深层政府的反对者。 而有报道称, 他利用过大的影响力来操控总统, 这迅速引起了特朗普的愤怒。 在特朗普处理围绕下落斯维尔白人自上主义抗议活动引发的暴力事件中, 班农仅仅上任七个月就被赶下台。 特朗普曾表示支持一些抗议撤销南方联盟雕像的示威者, 这些示威者与一些人一起游行高产纳粹口号。 班农对特朗普的做法表示了赞赏。 后来班农离开了特朗普之后, 与中国的商人郭文贵 中文字幕提供